这是位在桃源市中立区的财神大楼 已经有四十几年的历史 大楼外观几度破旧 近年来没人管理宛如鬼楼 大楼内的楼梯间堆满杂物 占据大部分的空间 只剩下一个小细缝可以通行 上面还有荒废的旋转餐厅 天台的地面满是瓷砖和碎石 看到高雄城中城的严重大火 住户心嘎嘎的说 希望可以赶快都更 不然发生火灾就太危险了 还是希望都更 因为这边已经这么旧的大楼了 所以就毕竟还是有一些公安考量 很复杂 住在这里会担心吗 大楼外观和内部都老旧不堪 不少设施没有更新不能使用 被外界誉为桃源的废墟鬼楼 不过由于产权人数过多整合不易 迟迟都没有办法都更 而且财神大楼九到十一楼 目前是在经营民宿 大楼一楼又没有人人管理 出入相当复杂 像别人管 像这样人家进军自助很难拿翻 住户表示 大楼的构造和城中城相当类似 前几天颱风来袭 大楼的外墙还脱落掉东西下去 希望政府可以赶快多更 不然遇到灾害就来不及了 记者刘志然驴杰桃源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